第四季节目 台北的选手 简玉锦 就是背向电视观众的这名 就这名选手 他今年23岁 身高是1米75 在前天的比赛当中 从韩国队的交锋当中 他是立下了战功 单打双打都获胜了 他的对手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是荷兰选手 第二单打 梅伦迪克斯尤迪斯 27岁 身高1米69 从这两名队员的排名来看 中国台北的简玉锦 排名是单打第73 双打是排在第5 荷兰选手 梅伦迪克斯 单打是排在第44 所以这场比赛呢 很关键 由于第一盘 中国台北的郑少杰 已经输给了张海利 那么这一盘将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从画面上来看 这个简玉锦这名选手呢 身体条件不错 身材比较高 进攻比较凶猛 技术全面 这场比赛的当值裁判 是来自英格兰 另外一名裁判 是来自印度尼西亚 首先是由荷兰选手 梅伦迪克斯发球 双打是由荷兰选手 比赛开始 看来这个梅伦迪克斯 进攻很凶啊 对 这个从捷御锦来讲 他以前是单打一种圆 后来最近的一段时间呢 他打算的比较多 所以就看到 今天跑动能力 能不能保持到最后 从刚才几个球看过来 他的跑动还算是可以 对 那荷兰这个队员呢 他是反打 应该是他是比较好 这个从他场上 从他跑动情况看的话 他的这个整个的 单打的基本功 单打的训练的能力 这两名选手都是比较全面 既打单打 又打双打 河南选手 1米69 中国台北的 简玉锦是身高 1米75 检玉锦23岁 河南选手27岁 好球 这几乎抓得好 荷兰队呢 在这次出征 尤卧威之前呢 不少的这个外界的权威人士 分析说呢 如果有张海利领军 再加上原来从中国去的 这个选手姚杰 再加上我们看到的 这名选手 都是在单打里边 具有很强的实力 对 他们这次还是有的一争 但是由于姚杰有伤呢 这次没有来到日本 所以呢 梅伦迪克斯呢 是出任了第二单打 但是他们在非常被动的情况 在四分之一的比赛里边 0比1落后 1比2落后 最后是连班两盘 最后淘汰了东道主 也是赛前被人们 一致看好的这个日本队 应该说也是表现的很顽强 从大会给的这个材料上看 荷兰队还有一队 是世界排名前36的双打 一对双打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 没有去场 从材料上有 但是他没有来 姚杰也有他的名字 但是能是受伤没来 这两个不知道情况 从开局情况看 荷兰的选手呢 打的这个球的速度 还是比较快 说说比较坚确 从双方运动员 但是从总的来讲 双方运动员打的时候 还是比较开 不如第一场球 有点拘止 这两场球打的都是 放的都比较开 应该说从观众欣赏 这个角度 从电视转播这个 转播来看呢 这种打法可能更能吸引观众 对对对 进攻比较凶 打得积极主动 往前小球 简易锦已经两次出现了 15 现在比分是7比5 5 7 7 他这进攻也是很有节奏 是吧 我先轻打一拍 把你调到往前 然后加快速度 突击后场 是个斜线 高远球 调往前 调后场 平抽 两根的比分呢 也没有拉开 但是始终是荷兰选手呢 保持着2到3分的这个优势 现在比分是9比6 这两次判断上不错 所以这个侧顺风的情况下 有时候你稍微控制不好 这个球就差这么一点 对 哎呦 上来抢了 这个球 简易锦打得比较完全 看得出来 他的跑动上呢 相对的比对手呢 比较稍微弱一点 他只有通过这个手法 通过战术意识的来弥补 突然一个后腿当中的 头顶的一个掉球直线 掉球直线 而且输得还挺快 一个相对高难度动作 这球两个球打得比较随意啊 随意 对 其实这盘球 你如果抽过来 再凶也不可能抽死这一番的 你失误了 一分就没有了 应该减少这种无谓的失误 接内 这样到了暂停的时候 应该说这场比赛啊 对于双方 哪一个队能够最后获胜 在这个胜利的天平上 将加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砝码 因为荷兰队已经在大几分上 1比0领先了 在前面的第一局 前11分的比赛 总体上来讲 从跑动速度上来讲 荷兰队的战略 是明显的 又不是 他从双方总的来讲 打的还是比较正常 相对来讲 荷兰队人 这个得分的 进攻机会 得分的成功率比较高 所以他分数的 一直压着这个 台北运动人 检疫 看 11分以后 能不能够 检疫局能不能够 限制一下对方的进攻 机会 自己能创业 进攻机会 好球 双方在过度调整的时候 突然一个简历 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看 对方 你在什么位置上 完全凭感觉 他就感觉 两个这个球 他这个感觉很好 而且这种球 这么快打出去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做出来 一般这种球的 过度性掉球比较多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11顶 11-0 这个暂停以后 检疫局已经连续得到了3分 这在梅伦提克斯 连续出现两次失误 已经连续丢掉了4分了 11分暂停以后 紧紧的这个战术到实际上 还是坚持着这个 拉开4点 控制对方的这个打法 并没有说是 要现在对方进攻以后 去强瓦 或者是一个强攻 他还得通过控制4点球 所以他可能还是 坚信自己的这个 跑的能力 控制能力 还是能够战胜对手的 这个球应该可能要 考虑到这个逆分的问题 好几个球判到失误 好球 这机会抓得好 实际上显现铺成 只是这个高度不够 所以没有能够完全发上力 对 其实到这个铺球的时候 应该是没什么好 如意 不要保持重心了 因为这个球 如果让对方接过来的话 你肯定是 你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所以只要一门心思 把球打死对方 不要去保持自己 不要想下一番了 现在是15比13 简易锦在第一局领先2分 一个发球15 所以美球得分制 发球一拍 就会丢掉一分 发球得分制的话 这个时候还有点机会 能找得回来 这边抓得比较好 打得比较坚确 他这个斜线呀 一个是有点杀 另外一个 批杀的速度力量也很大 这期一期和刚才张海丽 和郑上杰的比赛差不多 拥有达到了比较关键的时刻 15 16平 16平 这个时候就看谁 不要轻易丢分 在这个地步上 再来找机会 打死对方 漂亮 这个后队 后退一个长距离的勾对角 这个很难把握 而且简易锦这个球 根本就没有来得及移动 他想找机会 想这个直线球 能封死对方直线球 显然是被对方 那个假动作迷惑了 对 这机会抓住 这是滚网而起 这种机会 简易锦凭借自己 1米75的身高 跨步往前 直接把就扑死 现在是17平 连续两拍 这个简易锦 顶得不错 从第一局11分以后 这个到现在为止 荷兰选手呢 就一直没有 创造出一个 比较好的进攻的 这个机会 也没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进攻效果 相对的这个 连续锦呢 他通过他自己 多点控制 寻找进入机会的打法 稳扎稳打呢 效果还是不错的 现在比分变成了18比19 往前回缩 没有过 这样到了这一局的局点了 现在是简易锦 然后来自中国台北的 选手第一局领先 好球 19比20 19 20 好球 这球其实打点打得很准 也比较果断 力量并不是特别重 对 在这个 当 现在就看 在这个时候呢 还是刚刚说的 失误是 减少失误 是最重要的 加快跑动速度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才能够赢得 进入对方的机会 而不要想呢 自己找机会去打对方 而且要通过这些跑动 多点控制以后呢 从多拍当中 找出机会 这样一个 解放自己失误 解放丢分的这个机会 现在是20平 发一个高远球 结果 接发球 出现失误 这局应该说 简一简 在最后 这几个 回合的 比赛当中 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和 看来上的失误 把握都不是 看到这个球 怎么样 哎呀 结果这球 打到往前的时候 简一简 再一次回球 没有过 这样 荷兰选手 是梅伦提克斯 非常艰难的 以22比20 拿下了第一局 使第二盘的局分 变成了1比0 是荷兰选手领先 从第一局情况看 我来双方队员 打的都还是比较 发挥的比较 比较正常 比较可惜的是 总体在第一 一局的后半段的时候 出现这个 把握机会啊 他想抢军是对的 但是呢 要检讨自己失误 因为这个 每周的分支啊 失误一拍啊 你没有第二个机会 去再找回这一分 发球的分支的话 在我发球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一些战术 变化 来创造机会 得不到机会的话 我不会丢分 对 我丢拳不丢分 这个就是 现在就不一样了 这个每周 刚才一个对方发高球 他那个正手拼对角 这个是对的 但是 要能保证进取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啊 就是 就是 能够在尽管在第二 第一局的后半段 打得都不太好的情况比赛 主动球始终控制在 这个捷律局的情况比赛来 在最后关键时刻呢 他减少失误 加快速度 这个台把他这个 咬下来的 应该说 靠异力啊 拼下来的 他并没有说 一个很明显的战术变化 带来一个很好机会 他就靠这个跑动 嗯 靠自己的这个 异力顶住 把这个球顶下来 这个二十一分之啊 增加了比赛的偶然性 也削弱了一些 强队的优势 但是应该说 从游伯碑的比赛情况来看呢 中国女队 在实际上的优势呢 通过这次比赛 再次印证了 就是还是相当明显的 目前的地位 也很难被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运动队所撼动 但是男子的形势呢 就也是越来越微妙 我们来来看看女子的第二局 哇 这球打的 这个 很巧 检济这个球 有点乱没打 没打到位 他是想加快速度 第二局的这个开局 前六分左右 是对于这种 后面的局势 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第一局在 检济有点优势情况底下 被对方赶上来 对比较可惜 可惜 可能心理上的这种影响啊 包括遗憾啊 懊恼啊 是吧 这种 对心情上 对这一局的发挥 都会有一些 潜在的影响 对 而且这一局 如果再丢的话 这个 排杯队就要 0比2落后了 第一局呢 是上来荷兰选手 0比2落后 现在是 梅伦蒂克斯 2比0领先 第二局 第一局他获胜 22比20 从目前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 检济井第二局就是想加快速度进攻 这个指导思想 从他这几个球 有点 可以看得出来 哦 界内 但是这个检济井 如果说他要保持打进攻打法的话 体力能不能保持到 提供这个战术的需要 机会 这个半场球 多半场球啊 所以这个攻击性比较强的选手 你很难防守 现在从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场上的这个 速度的控制 跟球的这个控制 你基本上 控制权又 又回到了荷兰 这个一名的手段 现在捷律局就是通过强攻强压 就他可能已经很想看他去主动去拉对方这么一个指导 在战术意图了 这个第二局一开始啊 就不太有力 他0比2落后 现在是2比5 有时候这个比分总是被对方压这么几分 在每球得分支的这个比赛里面 你心情上就会 随着比赛的进程会有一些急躁 紧张 放不开手脚 所以每球得分支以后 这个对于这个比赛 比分的这个 掌握的这个感 这个规律啊 应该说各国运动员到现在为止 特别有些级运动员还保留着过去那种15分 发球得分支这么一种 一种 一种这个认识的话 就会在这比赛中 掌握 不能够很好掌握场的局势 这个就双方回来都是比较勉强 勉强 第一个轮位不过往 第二个轮位第一个也不过往 最后 梅伦迪克斯 刘迪斯换了一把拍子 所以猫球选手 那天我看到中国运动员在比赛之前 我说你带了几把 都是带了六把好像是 对 所以都带了五六把 所以备份 机会 双方各一次扑杀成功 第二局 打到现在 双方运动员都好像似乎 都愿意选择 进攻 抢往前这么一个打法 这是个机会球 这两回合 荷兰选手的运气也不错 这一分拿的 现在是7比4 是7比4 赞了 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换球 这个有时候经常是一种 这个 缓解体力 或者说 战术上打不顺的时候 那对方的这个节奏断掉 从这次比赛看来 相当一部分动员 好像这个用的比较少 是跟日本的气候相对比较 失论 球也不太容易换有关系 有时候打到比赛的时候 几乎每打一个球就换 每打一个球就换一个球 每隔一分就换一个球 现在比分是7比8 中国台北的简玉锦落后一分 他底线的高远球 太狠了 现在是打成了8平 这两名选手应该说 从实力比较来说相差无几 对 相当不太远 第一局也是打到了22比20 这种球你就直接杀一盘就拿下了 四个球了 还有再调一下 在这个第二局开局的现在 在这段时候 从简玉锦从追到8分 这个时候四个球了 没有界外 界外 很可惜 所以说这个再好的战术 也需要你有出现 稳定性 稳定性做导战 否则的话你就很难体现出来 我们现在都注意控制敌线 哎呀 这两次进攻其实打得都很好 机会都出现了 就翻过来了 现在是11比9 是荷兰线上领先进入了第二局的暂停 从这个第二局的11分这个比赛总共过来看看双方运动员呢 没有说很明显的一种体现有战术制造实际 现在大家就说是拉开战术 大概双方运动员可能都因为体力的限制都不太用了 但是从抢的效果来讲都不太好 到这种出现得失分的主要是看对方失误 或者自己失误 这个时候注意上班人员都要特别注意这问题 否则的话你很好的战术制造实际上 没有一个稳定性做保证的话 就没有体现出来 这次的油包比比赛呢 四个小组 中国台北美国在一个组 荷兰英格兰中国香港在一个组 而且荷兰还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 参加了第二阶段的比赛 他们是3比0胜了美国 接着在从日本类的比赛里面打满舞台 险胜 现在进入了这个半决赛 这球打得很坚决 角度也很刁钻 从场上的情况下 应该我觉得荷兰英格的跑动能力控制 应该要胜过检疫局 但是他为什么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通过多点控制 也跟着这个检疫局一起打攻来攻去的打法 看看地板上还是有一些滑呀 哦 反盘的掉球很漂亮 啊 这球明显的界外 那个说对方救不起来了 就有点松了 松了 没准备去接这个球 等你反应过来再上来的话 又要调整 对 角度就不对了 就顺了就 手还没调整过来 好球 一盘长的一盘短的 对 几乎同一个位置 荷兰英格就应该这样打 通过调动对方 因为看得出来这个检疫锦 他的这个跑动能力的体力 应该是要落序于这个荷兰英格选手 而且今天这两名选手还都要奸向 等一会儿都要打双打 检疫锦是在第四盘 如果还没有 三比零没结束的话 他们俩还得如果说 打到第四盘的话 还得他们俩 还要这个交通 还得他们俩再对 梅伦迪克斯和张海利 简余锦是和陈文心 又一个界外 这段这无谓的失误 打到中盘以后 这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刚才陈日老已经介绍 像这种每球得分制 你落后三四分 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 发高远球 把手挡往前 又是一个失误 这个将在信心上 世纪上会起到一个很危险的变化 你第一局输了 第二局在关键时刻 又是大比分落后 落后五分了 对 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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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表后场 哇 这球查得好 双方运动员在前几分的时候 都是在抢往抢攻的就比较多了 但这个时候还相对是捡鱼锦 你选择的拉开对方的这种杖势 掉 不进行那么多 不过往后三 效果还是不错的 现在是连锥3分 15比17了 好球 这球实际上也是刚才这个简余锦才选的一招啊 对对 头顶一抹一个滑板 是一个掉球斜线 现在可能是双方队员的跑动上相对都有点出现困难 所以都选择了这个强攻 但其实这个时候谁能顶住一下子拉一拉对方 这球可能他方面上有问题吗 连动都没有动 他认为不过往了 大家估计是 你看这几个 三个掉球都都都得分了 这关键时刻啊 又是一个自己的失误 这个时候啊 这样分叉上还是三分的劣势 简文锦是16比19落后 河南选手没准踢个四发球 19比16 反手搓往前 挑后场 平球 再过渡一拍 这球往前扣的质量很高 离往非常近 你再想把这球挑过去的话 恐怕也是在半场了 现在这几个球相对是简易军选择了调动对方的战术 哦 戒内 这是判断上的一个失误 那么这一分应该是非常致命的 这个是很冰箱 因为你20比17和18比19那是简直是差的太多了 现在已经到了这一盘的盘点了 现在河南选手第一盘第一局获胜第二局现在是还有一分就可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哦 前上勾一个对角线 还是控制底线 不要往前 往前搓一拍 哎呀 随着简易锦反手挡球下网 这样荷兰选手梅伦迪克斯以21比17又胜了第二局 这样分别是22比20 21比17 2比0 梅伦迪克斯又胜了中国台北的简易锦 这样双方的大比分已经变成了2比0 是荷兰队领先 那么运动员上市休息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双方第三盘比赛的情况 好 ja